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影片 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想找的女朋友呢 腿一定要长长的 可以没工作 可以做直播 腿长长的话 可以做你所你觉得有趣的工作 可以胖 但腿要长长的 胖我可以跟一起减肥 瘦的也是大长腿 我喜欢女孩可以很漂亮 不下人就行 但是腿必须是长长的 可以整容 化前变漂亮了 我也开心 虽然脸都漂亮了 但是腿长更重要 也可以矮 但要满足一点 腿长腿长腿长长 不要提问你身高1米7大高个儿 因为身高1米7 腿长60厘米也不行 除了腿长 我还喜欢阳光的 爱笑的 也爱学习的 学什么都可以 只要学习就会上进 我很喜欢小动物 以前养过一只猫 但是被送走了 我妈说有女朋友之前 啥也不能养 心思都在小猫小狗身上 都不着急找这些 我以后想要的生活 就是拉着女朋友的手 牵着一条狗 或抱着一只猫 在田径的半晚 溜达溜达 我会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来 九号 龚爽 小猫我想问一下 你为啥喜欢腿特别长的呢 我觉得 不得不得 你是别紧张 就是我这个腿长不是说 个儿有多高啊 就是说可能说你有1米65 或者说1米6 但是一个比例 OK就可以了 这说明这是你自己找对象的一个标准 只要腿长 你就不会很喜欢这种类型 是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见面嘛 就是能让你从这个视觉上 有这种心动的这种感觉 哦 这儿哈 那个这位帅哥建议女性的那个腿 我好像觉得有点变态 这是我对人观点 你看你找对象你是找腿啊 还是找这个人过啊 我就感觉心里有点不熟 C.C.那假如小伙儿换个说法呢 他比如说喜欢他是个儿高高的 是不是你就可以接受了 相对能接受一下 他这个就是单指这个部位 而且还是腿 哪怕说脸的话我都能接受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 就是腿要是长的话 就是说你穿衣服啊 或者穿裤子什么搭也好搭 腿要是短的话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件事 腿短没有别的方式去谜 对 但是长得可能说差一点的话 就是说一般一点 你可以去整容啊 或者化妆啊 这都可以 但是腿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度 那个男嘉宾说也太直白了 我有点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保守那一戏 然后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别看我在台上跳舞啊 就是比较 比较放得开啊 因为我本身就是跳舞嘛 然后他跟他职业关系 所以说我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我就放得特别开 但是私底下 我就是感情上特别保守 现在是场上16号花仙子的灯亮着 来 掌声有请16号花仙子 有请 就是我的包里面 就是你的包里面 我要讲的单线 再来陪我一辈子 让你心啊 努力啊 亲爱啊 十六号花仙子 我想跟你翻脸 啊 然后呢看到了你唱歌呢 说你要变成童话里的那个天使 变成翅膀守护他 我感觉呢 你具有童话爱情故事 我也是看童话爱情故事长大的 我相信最真诚的 我相信最真诚最美好的爱情 所以呢我站到了这里 看看你是不是那个白马王子 好 好 那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我想问的就是说 关于就是说未来三年或者五年 你的这个一个规划 然后还有就是说 就是你对未来生活的一个冲击 想要什么样的一生活 是这样的啊 我今天做了一些说的 你做了一些意义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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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